孟廷伟离婚的风波 这是一出接着一出 继孟廷伟在微博上 不顾前夫的表白 主动承认离婚之后 有关第三者插足 两个人相互拆台等等的消息 就接二连三地爆出来了 同态的前夫张志鹏 竟然在近日主动召开了一场 记者发布会 对两人的离婚原委 和自己的欺骗行为 做了一个全方位的剖析 一上场张志鹏对着镜头 是深深地拘了一躬 我先跟这个所谓的社会 做一个道歉 张志鹏再三强调 在他所有的公开生命中 只有在离婚这件事上 他撒了谎 而他撒谎的原因只有一个 那我不愿意承认 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说我必须保护我的小孩 我不希望我的小孩 生活受到干扰 秦媚竹马 梁晓无猜 曾经的金童玉女 到底为何分道扬镳呢 张志鹏打所有的原因 概括为个性不同 我抽烟喝酒 他吃在念佛 我们当年结婚的时候 就是他本来要出家 变成出嫁 就是长时间累积下来的 价值观不同 没有谁对不起谁 一句没有谁对不起谁 全然否定了之前的第三者 插足一说 令人惊讶的是 为了表示坦荡 张志鹏当天还特意 请来了传闻中的女主角 张鸾雅 并公然地向孟廷伟的粉丝叫板 所以他的粉丝一起引导他说 不能跟张鸾雅小姐同台 我就跟他讲 我说你的粉丝是在害你 我说人家不偷不想 这么好的人 为什么不能同台 为什么要给你错误的观念呢 可是最令大伙不解的是 既然已经离婚整整一年半 为何偏要等到这个时候 才让大家知道呢 没有为什么 因为其实我们两个人 应该还是有很深的感情 8月2号在北京有个演唱会 但我们不是来炒作 票早就都卖完 这达非所谓的解释 实在是有些牵强 所有人都知道 主动发离婚声明的 其实是孟廷伟本人 而且还偏偏就在张志鹏 那番结婚十周年的深情告白之后 一说间让张志鹏是好生尴尬 为了立正和孟廷伟的感情依然很好 张志鹏还当众念了事发后 孟廷伟和他的微信记录 对不起啊 让你承受接下来这个痛苦的过程 我真的很对不起你 那我就告诉他 你自己想开点 身体要顾好 保地心情不要有影响 外界的评论对我没有差 因为我爱儿子 所以我永远会保护你 如今事已至此 这又是天天发声明 又是大阵仗的召开发布会 对孟廷伟的形象 何尝不是一种伤害呢 婚姻本身就是家事 选择公开与否 是一人自己的权利 可这接二连三不肯罢休的 演的又是哪一出呀 娱乐星期间的狗血剧能消停了吗 台北超过的